好 延续这个话题我们就要讨论了 为什么在中国大陆好像要看医生是一件这么难的事情呢 有些人就认为这个是因为医院里面儿科医师的人力不足 那么大陆的官媒就坦诚 医学院校曾经长时间的废除儿科系 而且儿科医病纠纷频传也是成为医师荒的主因 还有其他哪些原因呢 详情要交给北京的特派记者敏真 北京日报旗下的长安街知识 日前也儿科医生慌到底如何破为题来发表文章 那么内容是写到大陆最近是流感还有梅浆菌肺炎 腺病毒等多种呼吸道疾病同时来爆发 那么各地的儿科就出现了就诊的高峰 其中北京儿童医院的内科 每天平均的接诊人数是破7000人 远远是超过了承载的能力 那么这篇文章它主要讨论的关键问题 究竟哪些因素导致了大陆儿科医生的匮乏 希望能够找到解决的办法 文章是写的大陆大专院校科系曾在一九七八年到一九九八年间进行大规模的调整 那么当时是儿科系从医学院剔除退化成临床医学中的课程之一 直到二零一六年才重新恢复 那么这客观上就导致了儿科对人才的吸引力不足 被认为是大陆缺少儿科医师的主要原因之一 再来儿童与成人患者有不一样的地方 很大的不一样 有沟通难 问诊难 还有吃药难跟诊治难的特征 这些都是让医师的工作量倍增 另外一方面儿科医师实际上是全科医师 对诊疗的技术要求更为全面 意味着在医疗教育还有培养实习阶段 得花更多的努力才有可能走上工作的岗位 另外再来儿科一直都是大陆医疗纠纷评传的科别 一个孩子如果去看病的时候 往往是好几个大人都陪在旁边 孩子如果一旦有了哭闹 家长就有可能出面来指责医生 因此医界也自嘲是三天一骂 七天一打 针对如何解决大陆儿科的医师荒 文章士也建议官方应该加强 儿科医生的培养 做大人才基本盘 再来是提高儿科医生的待遇 还有加大资金的投入 重视儿科的发展 最后是落实分级诊疗制度 从源做到从源头减压 好 另外是大陆现在也非常积极的 在打诈骗集团 那么他们有没有归纳出什么样子的人 是比较容易沦为受骗的对象呢 因为现在看到湖北仙桃警方就侦办一个 境外的电信网路诈骗案件 受害人192人 受案资金高达人民币1.2亿元 结果这名嫌犯他说 他是因为在网路上欠下巨额赌债 所以被舌头向中 必须命令他以厌务员的身份寻觅受骗对象 而他专门就是锁定那些头像照片 释放花花草草的中年妇女 那么详情再交给敏珍 大陆湖北先逃警方近期侦办的311 特大电信网路投资诈骗案 全大陆受害者达到了192人 涉案资金是接近1.2亿人民币 约合台币5.3亿 那么陆媒报道 最近被警方逮捕的诈骗集团成员表示 自己是因为赌博欠下很多钱 所以被人口贩运的舌头给向中了 他被要求以业务员的身份 来寻觅受骗对象 他主要选择的诈骗人群 通常是年龄落在40到50岁的中年女性 而且他还会观察 最好这些女性的微信 或者是通讯软体的大头照 是用花花草草 或者是带着小孩的照片 因为就他们分析 用这类大头照的人是最容易受骗的 那么被捕的诈骗犯 他还提到了 被骗的民众都具有一定的投资意愿 还有经济基础 在整个诈骗过程当中 诈骗犯都会打造虚拟的人设 就是可能会谎称自己是公司的老板 或者是在金融业工作 再来会开个聊天的群组 把受害人和自己的同伙都拉进来 那么你一句我一句把虚假的投资项目 讲得很高级 骗受害者投钱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